第21回 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腰酒 此曰 病刀如水 无言胜雪 先手破新城 紧握初温 受烟不断 相对作调生 低声问向谁行诉 城上以三更 马滑双农 不如修去 直至少人行 话说 西门庆从院中归家 以一更天气 到家门守 小思叫开门 下了马 踏着那乱穷岁玉 到于后边一门守 只一门半眼半开 院内悄无人声 西门庆心内暗道 此壁有敲起 于是 前身立于一门内粉壁前 悄悄听去 只见小玉出来 穿廊下放桌 原来 吴月娘自从西门庆与她返墓以来 每月吃斋三次 逢七败斗焚香 保佑夫主早早回心 西门庆还不知 只见小玉放壁香桌 少请 月娘整衣出来 向天井内满炉筑香 望空深深礼拜 祝曰 妾身无事 作配西门 奈因夫主留恋烟花 终年无子 妾等妻妾六人 据无所出 缺少坟前拜扫之人 妾素叶忧心 恐无所托 事已发心 每夜于星月之下 助赞三光 要其幼儿夫 早早回心 妾却繁华 其心佳事 不拘妾等六人之中 早见四夕 已为终身之计 乃妾之夕愿也 正是 四处防龙叶气轻 一庭相悟雪微鸣 拜天素尽忠尝试 无限徘徊独自兴 这西门庆不听便罢 听了月娘这一篇言语 不觉满心惨感到 原来我一向挫恼了她 她一篇都是为我的心 还是正经夫妻 忍不住从粉壁前插步走来 抱住月娘 月娘不妨是她大雪里来到 吓了一跳 就要推开往屋里走 被西门庆双关抱住 说道 我的姐姐 我西门庆死也不晓得 你一片好心 都是为我的 一向错见了 丢冷了你的心 到今毁之晚已 月娘道 大雪里 你错走了门了 敢不是这屋里 我是那不贤良的淫妇 和你有慎情结 那讨为你的来 你平白又来离我怎滴 咱两个勇士千年修要见面 西门庆把月娘一手托进房来 灯前看见她家常穿着 大红丝绸对金袄儿 软黄裙子 头上戴着雕鼠卧兔儿 金满池娇分心 月显出她 粉装玉卓吟盆脸 缠记丫环楚秀云 那西门庆如何不爱 连忙与月娘深深做了个依 说道 我西门庆一时昏昧 不听你之良言 辜负你之好意 正是有眼不识经山玉 拿着顽石一样看 过后方之君子 千万饶恕我则个 月娘道 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 凡事投不着你的机会 有甚良言劝你 随我在这屋里自生自活 你休要理他 我这屋里也难安放你 趁早与我出去 我不着丫头粘你 西门庆道 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气 大学里来家 竟来告诉你 月娘道 惹气不惹气 休对我说 我不管你 望着管你的人去说 西门庆见月娘脸不瞧 就折叠腿装矮子 跪在地下 杀鸡扯脖 口里姐姐长 姐姐短 月娘看不上 说道 你真个嫩嫌脸嫌皮的 我叫丫头进来 一面叫小玉 那西门庆见小玉进来 连忙立起来 无忌之出她去 说道 外边下雪了 一张香桌还不收进来 小玉道 香桌头粒已收进来了 月娘忍不住笑道 没休的货 丫头跟前也掉个谎儿 小玉出去 那西门庆又跪下殃及 月娘道 不看是人面上 一百年不理才好 说必 方才和她坐在一处 交玉霄捧茶与她吃 西门庆因她今日长家茶会 散后童腰伯爵到李家如何嚷闹 告诉一遍 如今堵了誓 再不太怨门了 月娘道 你踹不踹 不在于我 你拿想金白银包着她 你不去 可知她另接了别个汉子 养汉老婆的迎上 你拴住她身 拴不住她心 你长拿疯皮 疯着她也怎滴 西门庆道 你说的是 于是 打发丫鬟出去 脱衣上床 要与月娘求欢 月娘道 教你上炕就捞蛇吃 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够了 要思想别的事 却不能够 西门庆把那话录将出来 向月娘戏道 都是你气的她 中风不雨了 大睁着眼 说不出话来 月娘骂道 好个汉邪的货 教我有半个眼看得上 西门庆不由分说 把月娘两只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 那话插入聘中 一任其英字迭彩 替语尤云 未肯吉修 正是得多少 海棠之上英缩吉 翡翠良间燕与贫 不觉到灵溪一点 美爱无家 涉兰半土 知香满唇 西门庆情急 低声求月娘叫达达 月娘亦低声辟为逆枕 太有余言 口呼轻轻不绝 事业 两人羽翼云情 病头交紧而睡 正是 乱病双恒星已饶 情浓由复宴通宵 晚来独像庄台立 淡淡春山不用苗 当夜夫妻交欢不提 却表次日清晨 孟玉楼走到潘金莲房中 未曾进门 先叫道 溜丫头 起来了不曾 春梅道 阿娘才起来书头礼 三娘进屋里坐 玉楼进来 只见金莲正在书台前整掠香云 音说道 我有春事来告诉你 你知道不知 金莲道 我在这背哈喇子 谁晓得 音问 什么事 玉楼道 他爹昨夜二更来家 走到上房里 和吴家的好了 在他房里歇了一夜 金莲道 俺们何等劝着 他说一百年二百年 又怎地平白浪着 自家又好了 又没人劝他 玉楼道 今早我才知道 俺大丫头蓝香 在厨房内听见小丝们说 昨日他爹童婴儿在院里李贵儿家吃酒 看出银妇的什么破绽 把银妇门窗户壁都打了 大学理着脑来家 进一门 看见上房烧夜香 想必听见些什么话 两个才到意大利 沉死了 像他这等就没得话说 若是别人 又不知怎地说了 金莲街说道 早是与人家做大老婆 还不知怎样酒惯劳成 一个烧夜香 只该默默捣住 谁家一静畅阳 使汉子知道了 又没人劝 自家案里又和汉子好了 硬到底才好 干净假撇清 玉楼道 也不是假撇清 他有心也要和 只是不好说出来的 他说 他是大老婆不下气 倒叫俺们做粪赏 怕俺们酒后电言电语说他 敢说你两口子话差 也亏俺们说和 如今你我修叫他买了官去 你快梳了头 过去和李平说去 咱两个每人出五钱银子 叫李平拿出一两来 人为他的士气 今日安排一喜酒 一者与他两个把一杯 二者当家儿之荡赏雪 耍戏一日 有何不可 金莲道 说的是 不知他爹今日有够荡没有 玉楼道 大学里有甚够荡 我来时两口子还不见动静 上房门才开 小玉拿水进去了 这金莲慌忙舒闭头 和玉楼同过李平这边来 李平还睡着在床上 迎春说 三娘 五娘来了 玉楼 金莲进来 说道 李大姐 好自在 这咱十懒龙才伸妖儿 金莲说 舒进手去被窝里 摸见熏辈的银香球儿 道 李大姐生了蛋了 就先开背 见他一身白肉 那李平连忙穿衣不迭 玉楼道 五姐 羞鬼混他 李大姐 你快起来 俺们有春事来对你说 如此这般 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 咱每人五钱银子 你便多出心 当初因为你起来 今日大雪里 只当赏雪 咱安排一喜酒儿 请他爹和大姐姐做作 好不好 李平儿道 随姐姐教我出多少 奴出遍了 金莲道 你将就只出一两儿吧 你秤出来 俺好往后边 问李娇儿 孙雪儿要去 这李平儿一面穿衣铲脚 叫迎春开箱子 拿出银子 拿了一块 金莲上等子秤 种一两二钱五分 玉楼叫金莲伴着李平梳头 等我往后边问李娇儿和孙雪儿要银子去 金莲看着李平梳头洗面 约一个时辰 只见玉楼从后边来说道 我早知也不干这营生 大家的是 像白要他的 小淫妇说 我是没食孕的人 汉子再不进我房里来 我那讨银子 求了半日 只拿出这根银簪子来 你秤秤种多少 金莲取过等子来秤 只种三钱七分 英问 李娇儿怎滴 玉楼道 李娇儿初识只说没有 虽是前日主打我手里识 都是扣数的 识多少叫多少 那里有付于钱 我说 你当家还说没钱 俺们那个是有的 六月日头 没打你门前过也怎滴 大家的事 你不出罢 交我使姓子走了出来 她慌了 使丫头叫我回去 才拿出这银子于我 没来由 交我嫩惹气喇喇的 金莲拿过李娇儿银子来秤了秤 只四钱八分 英骂道 好个奸哗的淫妇 随问怎滴 绑着鬼也不与人家足数 好歹短几分 玉楼道 只许他家拿黄汉等子秤人的 人问他要 只像打鼓吐出来一般 不知叫人骂了多少 一面连玉楼 金莲共凑了三两一钱 一面使秀春叫了戴安来 金莲先问他 你昨日跟了你爹去 在李家为什么着了脑来 戴安西把在长家会查散的早 腰硬二爹和谢爹同到李家 他宝子回说不在家 往五姨妈家做生日去了 不想落后爹净手 到后边亲看见粉头和一个蛮子吃酒 爹就恼了 不由分说 较矮众人把银妇家门窗户壁尽力打了一顿 只要把蛮子粉头蹲锁在门上 多亏因二爹众人再三劝住 爹使性起码回家 在路上发狠 到明日还要摆布银妇礼 金莲道 贼银妇 我只到蜜罐 常年拿得牢牢的 如何今日也打了 又问戴安 你爹真个嫩说来 戴安道 莫是小的敢哄娘 金莲道 贼求根子 他不就不采 也是你爹的婊子 许你骂他 想着银头儿 我们使着你 只推不得闲 爹使我往贵仪家送银子去礼 叫得贵仪 那田 如今 他败落了来 你主子恼了 连你也叫他淫妇来了 看我明日对你爹说不说 戴安道 耶乐 五娘这回日头打稀出来 重新诱护起他家来了 莫不爹不在路上骂他淫妇 小的敢骂他 金莲道 许你爹骂他罢了 原来也许你骂他 戴安道 早知五娘麻烦小的 小的也不对五娘说 御楼便道 小求儿 你别要说嘴 这里三两亿钱银子 你快和来兴儿替我买东西去 今日 俺们请你爹和大娘赏雪 你将就少落我们心 我教你五娘 不告你爹说罢 戴安道 娘使小的 小的赶落钱 于是拿了银子同来兴儿买东西去了 且说西门庆起来 正在上房梳洗 只见大雪礼 来兴买了鸡鹅阿饭 竟往厨房里去了 戴安又提了一坛金华酒进来 便问玉霄 小丝的东西 是那里的 玉霄回道 今日种娘制酒 请爹娘赏雪 西门庆道 金华酒是那里的 戴安道 是三娘与小的银子买的 西门庆道 哎呀 家里见放着酒 又去买 吩咐戴安 拿钥匙 前面厢房有双料茉莉酒 提两坛掺着这酒吃 于是在后厅民间内 设井战为平 放下梅花暖帘 卢安寿炭 百列酒席 不一时 整理平道 李娇儿 孟玉楼 潘金莲 李平来道 请西门庆 月娘出来 当下李娇儿拔展 孟玉楼直胡 潘金莲捧菜 李平陪跪 头一中先帝了与西门庆 西门庆接酒在首 笑道 我儿 多有启动 孝顺我老人家 常礼而罢 那潘金莲嘴快 插口道 好老气的孩儿 谁这里替你磕头里 俺们磕着你 你站着 杨角聪靠南墙 越发老辣 若不是大姐姐代谢你 俺们今日与你磕头 一面地了西门庆 从心又满满针了一盏 请月娘转赏 递与月娘 月娘道 你们也不和我说 谁知你们平白又费这个心 玉楼笑道 没什么 俺们胡乱治了杯水酒儿 大雪 与你老公婆两个散门而已 姐姐请坐 受俺们一礼儿 月娘不肯 一平还下礼去 玉楼道 姐姐不坐 我们也不起来 相让了半日 月娘才受了半礼 金莲戏道 对姐姐说过 今日姐姐有俺们面赏 宽恕了她 下次再无礼 冲撞了姐姐 俺们也不管了 望西门庆说道 你装憨打事 还在上手做 还不快下来 与姐姐递个钟儿 陪不是礼 西门庆又是笑 两酒 地毕 月娘转下来 令玉萧直胡 一斟酒与众姊妹回酒 为孙雪娥跪着接酒 其余都凭絮姊妹之情 于是西门庆与月娘居上座 其余李娇儿 孟玉楼 潘金莲 李平 孙雪娥 并西门大姐 都两边打横 金莲便道 李大姐 你也该提及与大姐姐弟杯酒儿 当初因为你的事起来 你做了老林 怎么还嫩暮暮的 那李平真个舅舅走下席来要帝酒 被西门庆拦住 说道 你休听那小银富儿 他哄你 已是递过一遍酒罢了 递几遍 那李平儿方不动了 当下春梅 迎春 玉霄 蓝香一般儿四个家乐 琵琶 蒸 弦字 乐琴 一面弹唱起来 唱了一套 南石六花 佳七重会 西门庆听了 便问 谁叫他唱这一套词来 玉霄道 是五娘吩咐唱来 西门庆就看着潘金莲说道 你这小淫妇 单管胡之扯夜的 金莲道 谁叫他唱他来 没得又来缠我 月娘便道 怎地不请陈姐夫来坐坐 一面时小厮前便请去 不一时 荆寂来道 向席上都坐了一 就在大姐下便坐了 月娘令小玉安放了中柱 何家欢饮 西门庆把眼观看连前那雪 如贤眠扯絮 乱舞梨花 吓得大了 端得好雪 但见 出如柳絮 见似鹅毛 刷刷似鼠蟹形杀上 纷纷如乱穷堆砌间 但行动一摘六出 只请客服满封闭 趁摇台 似玉龙翻甲绕空舞 飘粉鹅 如白鹤羽毛连地落 正是 洞和玉楼含起素 光摇银海竹生花 吴月娘见雪下 在粉壁间太湖石上渗后 下袭来 娇小玉拿着茶罐 亲自扫雪 烹江南凤团雀蛇牙茶与众人吃 正是 白玉湖中翻壁浪 紫金杯内喷清香 正吃茶中间 只见戴安进来 说道 李明来了 在前面伺候 西门庆道 教他进来 不一时 李明进来向众人磕了头 走在旁边 西门庆问道 你往那里去来 来得正好 李明道 小的没往那里去 北边九促门 留公公那里 教了些孩子 小的瞧了瞧 记挂着爹娘那几儿们 还有几段唱为何拍 来伺候 西门庆就将手内吃的那一盏木稀茶 帝与他吃 说道 你吃了羞去 且唱一个我听 李明道 小的知道 一面下扁吃了茶上来 把争贤调定 顿开喉音 并足朝上 唱了一套 东景 降都春 唱壁 西门庆令李明进前 赏酒与他吃 教小玉拿壶满针 倾在银发狼桃儿中内 那李明跪在地下 满饮三杯 西门庆又叫在桌上拿了四碟菜 用盘子拖着鱼李明 那李明走到下边吃了 用卷儿把嘴抹了 走到上边 直竖竖的靠着格子站立 西门庆因把昨日贵姐家之事 告诉一遍 李明道 小的并不知道 一向也不过那边去 想起来不干贵姐事 都是俺三八干的营生 爹也别要恼他 等小的见他说他变了 当日饮酒到一更时分 妻妾聚个欢乐 先是沉浸几 大姐往前边去了 落后酒栏 西门庆又赏李明酒 打发出门 吩咐 你到那边 修说 今日在我这里 李明道 爹吩咐 小的知道 西门庆令左右送他出门 于是妻妾各散 西门庆还在月娘上房歇了 有诗为证 赤绳缘分莫一猜 演一夫妻共此怀 与水相逢从此始 两情愿饱百年邪 却说次日血情 应伯爵 谢熙大受了李家烧鹅品酒 恐怕西门庆摆布他家 竟来邀请西门庆进里边陪礼 月娘早晨梳装毕 正和西门庆在房中吃饼 只见戴安来说 应二爹和谢爹来了 西门庆放下饼 就要往前走 月娘道 两个狗屎鬼 又不知来做什么 你一发吃了出去 叫他外头等着去 慌得嫩没命的一般往外走怎滴 大雪里又不知勾了那去 西门庆道 你叫小丝把饼拿到前面 我和他两个吃吧 说着 起身往外来 月娘吩咐 你和他吃了 别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里去了 今日梦三杰晚西上寿礼 西门庆道 我知道 于是 雨英 谢二人相见声诺 说道 哥昨日这脑家来了 俺们甚是怪说他家 从前以往 在你家使钱废物 虽故一时不来 休要改了签才好 许你家粉头背地偷接蛮子 冤家落宅 又被他亲眼看见 他怎滴不恼 休说哥恼 俺们心里也看不过 尽力说了他娘几句 他也甚是没意思 今日早请了俺两个到家 娘们哭哭啼啼跪着 恐怕你动意 置了一杯水酒儿 好歹请你进去 赔个不是 西门庆道 我也不动意 我再也不进去了 伯爵道 哥恼有理 但说起来 也不干贵解释 这个丁二官 原先是他姐姐贵亲的姑老 也没说要请贵姐 只因他父亲货船 搭在他乡里 陈坚生船上 才到了不多两日 这陈坚生好两怀 乃是陈参政的儿子 丁二官拿了十两银子 在他家摆酒请陈坚生 才送这银子来 不想你我到了他家 就慌了 躲不及 把个蛮子藏在后边 被你看见了 石垢不曾和贵姐沾身 今日他娘们堵身发皱 磕头礼拜 央俺二人好歹请哥到那里 把这委屈情犹 也对哥表出 也把脑解了一半 西门庆道 我已是对房下赌事 再也不去 又脑身吗 你上赴他家 倒不消费心 我家中 今日有些小事 伪得不得去 慌得二人一起跪下 说道 哥 什么话 不争你不去 显得我们请不得哥去 没些面情了 到那里略作作 就来也罢 当下二人死告活殃 说得西门庆肯了 不一时 放桌 留二人吃饼 须于吃壁 令戴安 取衣服去 月娘正和梦浴楼坐着 便问戴安 你爹要往那去 戴安道 小的不知 爹只叫小的取衣服 月娘骂道 贼求根子 你还瞒着我不说 今日你三娘上寿礼 你爹带来晚了 我只打你这个贼求根子 戴安道 娘打小的 管小的甚事 月娘道 不知怎地 听见他这老子美来 恰似奔命的一般 吃着饭 丢下饭碗 往外不迭 又不知勾引游魂撞尸 撞到多攒才来 家中置酒等候不提 且说西门庆 被两个邀请到李家 又早堂中置了一席 齐整酒窑 叫了两个妓女弹唱 李贵姐与贵卿两个打扮迎接 老前婆出来 跪着陪礼 姐儿两个地酒 鹰伯爵 谢西大在旁打混耍笑 向贵姐道 还亏我把嘴头上皮也磨了半边去 请了你家汉子来 就连酒儿也不替我递一杯 只递你家汉子 刚才若他撅了不来 休说你哭瞎了你眼 唱门词尔 到明日 猪人不要你 只我好说话而将就罢了 贵姐骂道 怪鹰花子 汗邪了你 我不好骂出来的 可可儿的我唱门词而来 鹰伯爵道 你看贼小银富儿 念了精打和尚 他不来荒的那强 这回就翅膀毛而干了 你过来 且与我个嘴温温含着 于是不由分说 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 贵姐笑道 怪囊刀子的 看推洒了酒在爹身上 伯爵道 小银富儿 会瞧张智的 这回就疼汉子 看洒了爹身上酒 叫你爹那天 我是后娘养的 怎地不叫我一声 贵姐道 我叫你是我的孩 伯爵道 你过来 我说个笑话你听 一个螃蟹与田姬结为兄弟 堵跳过水沟儿去 便是大哥 田姬挤跳 跳过去了 螃蟹方欲跳 壮欲两个女子来挤水 用草绳儿把她拴住 打了水带回家去 菱形忘记了 不将去 田姬见她不来 过来看她 说道 你怎地就不过去了 螃蟹说 我过得去 倒不吃两个小银富裂的那样了 贵姐两个听了 一起赶着打 把西门庆笑得要不得 不说这里调笑玩耍 且说家中吴月娘一者至酒回席 二者又是御楼上寿 吴大镜子 杨姑娘并两个姑子 都在上房里坐的 看看等到日落时分 不见西门庆来家 急得月娘要不得 金莲拉着李平 笑嘻嘻向月娘说道 大姐姐 她这咱不来 阿门往门守瞧她瞧去 月娘道 奈凡瞧她怎地 金莲又拉御楼说 咱三个大伙走走去 御楼道 我这里听大师傅说笑话而理 等听说了笑话咱去 那金莲方住了脚 围着两个姑子听说笑话 因说道 大师傅 你有 快些说 那王姑子坐在坑上 就说了一个 金莲道 这个不好 再说一个 王姑子又道 一家三个媳妇 与公公上寿 先是大媳妇第九说 公公好像一元官 公公云 我如何相关 媳妇云 坐在上面 家中大小都怕你 如何不相关 次该二媳妇上来第九 说 公公像虎威造力 公公约 我如何像虎威造力 媳妇云 你喝一声 家中大小都吃一惊 怎不像造力 公公道 你说的我好 该第三媳妇第九 上来说 公公也不像官 也不像造力 公公道 却像什么 媳妇道 公公像个外郎 公公道 我如何像个外郎 媳妇道 不像外郎 如何六房里都串道 把众人都笑了 金莲道 好秃子 把俺们都说在里头 那个外郎敢嫩大胆 说吧 金莲 玉楼 李平 同来到前边大门首 乔西门庆 玉楼问道 今日他爹大学李那里去了 金莲道 我猜 他一定往院中 李贵那淫妇家去了 玉楼道 打了一场 赌事再不去 如何又去 咱没赌身吗 管情不在他家 金莲道 李大姐做证件 你敢和我拍手吗 我说今日往他家去了 前日打了淫妇家 昨日李明那望巴 先来打探子 今日英二和姓谢的 大清早晨 勾屎鬼勾了他去 我猜老前婆 和淫妇扑谋定计叫了去 不知怎地搓弄 陪着不是 还要回庐付账 不知闲缠到多赞时候 有个来得成来不成 大姐姐还只顾等着他 玉楼道 就不来 小丝也该来家回一生 正说着 只见卖瓜子的过来 两个正在门首买瓜子 忽然西门庆从东来了 三个往后跑步迭 西门庆在马上 叫戴安先头里走 你瞧是谁在大门首 戴安走了两步 说道 是三娘 五娘 六娘 在门首买瓜子里 西门庆到家下马 进入后边一门首 玉楼 李平先去上房抱月娘去了 独有金莲藏在粉壁背后黑影里 西门庆撞见 吓了一跳 说道 怪小银富儿 猛可唬我一跳 你们在门首做什么来 金莲道 你还敢说理 你在那里 这时才来 叫娘们只顾在门首等着你 西门庆进房中 月娘安排酒窑 焦玉萧直胡 大姐弟酒 先递了西门庆 然后众子妹都递了 安息坐下 春梅迎春夏边弹唱 吃了一回 都收下去 从新摆上玉楼上售的酒 并四十样细巧各样的菜碟上来 胡真美韵 斩饭留侠 让吴大镜子上座 吃到起庚十分 大镜子吃不多久 归后便去了 只是吴月娘同众人 裴西门庆 至头猜眉行令 轮到月娘跟前 月娘道 既要我行令 照一排谱上饮酒 一个排而鸣 两个谷排鸣 和西香 一句 月娘先说 六娘子最杨妃 落了八珠环 由私儿抓住图弥甲 不欲 该西门庆志 说 与美人 见楚汉争锋 伤了正马君 只听耳边 筋骨连天阵 果然是个正马君 吃了一杯 该礼娇儿 说 水仙子 因二世入桃园 惊散了花开碟满枝 只做了落红满地 腌制冷 不欲 赐该金莲志 说道 鲍老儿 林老入花丛 坏了三纲五常 问他个非奸做贼拿 果然是三纲五常 吃了一杯 伦该礼平志 说 端正好 搭梯望月 等到春分昼夜亭 那时节隔墙而显化作望夫山 不欲 该孙雪娥 说 麻篮 见群鸭打凤 伴住了折足燕 好教我两下礼做人男 不欲 落后该御楼婉令 说 面奴交 最伏定四红尘 拖着锦群蓝 得多少春风夜月 消金账 正至了四红尘 月娘满令 叫小玉 真酒与你三娘吃 说道 你吃三大杯才好 今晚你该扮新郎素鞋 应对礼平 金莲众人说 吃壁酒 咱送他两个归房去 金莲道 姐姐言令 岂敢不一 把御楼修得要不得 少请酒兰 月娘等相送西门庆 到御楼房守方回 御楼让众人坐 都不坐 金莲便系御楼道 我儿 好好睡吧 你娘明日来看你 休要淘气 音向月娘道 亲家 孩儿小李 看我面上 凡事担待歇而罢 御楼道 六丫头 你老米醋 挨着坐 我明日和你答话 金莲道 我没人婆上娄子 老娘好耐精耐怕 于是和李平 西门大姐一路去了 刚走到一门首 不想李平被递滑了一跤 这金莲碎怪桥叫起来道 这个李大姐 只像个瞎子 行动一磨子就到了 我 走你去 倒把我一只脚踩在雪里 把人的鞋儿也踹泥了 月娘听见 说道 就是一门首那堆子血 我吩咐了小思两遍 贼奴才 白不肯抬 只当还滑倒了 音叫小玉 你拿个灯笼 送送五娘 六娘去 西门庆在房里向玉楼道 你看贼小淫妇儿 她踹在泥里 把人搬了一跤 她还说人踹泥了她的鞋 恰是那一个 就没些嘴抹儿 那一个小淫妇 昨日叫丫头们平白唱 家妻重会 我就猜是她干的营生 玉楼道 家妻重会是怎地说 西门庆道 她说 吴家的不是正经相会 是私下相会 恰似烧叶香 有心等着我一般 玉楼道 六姐她住班区儿道都知道 俺们却不晓得 西门庆道 你不知 这银负担管咬群 不说西门庆在玉楼房中速写 单表潘金莲 李平儿两个走着说话 走到宜门 大姐便归前便厢房去了 小玉打着灯笼 送二人到花园内 金莲以待半憨 拉着李平儿道 二娘 我今日有酒了 你好歹送到我房里 李平儿道 姐姐 你不醉 须于 送到金莲房内 打发小玉回后边 留李平儿坐 吃茶 金莲又道 你说 你那咱不得来 亏了谁 谁想 今日 咱姊妹在一个跳板而上走 不知替你顶了多少虾缸 叫人 背地好不说我 奴之行好心 自有天之道罢了 李平儿道 奴之道 姐姐费心 恩当重报 不敢有望 金莲道 得你知道 好了 不一时 春梅拿茶来吃了 李平儿告辞归房 金莲独自歇宿 不在话下 正是 空亭高楼月 非付三五元 何须照床里 终是一人眠 预备 包 并 并 伸 并 并 并